好 紧接着来我们看到这颗小犬台风呢 事实上肆虐整个东半部地区 还有中南部 横扫屏东 横春半岛 各地狂风暴雨不断 甚至南台湾您看到大树直接被连根拔起 还有PU跑道也因此被吹先 电线因此被吹落 村长的连忙抢救 方山修行站的招牌 还有民宅的遮雨棚 都被这个强风给吹先了 各地灾情不断传回来 电线被吹断掉在路面 村长跑上前抢救 整个人被强风吹得几乎要跌倒 看你整个人快被吹走了 对 那没有电吗 没有 操场的PU跑道皮被整块掀翻 大树连根拔起压在跑道 屏东狮子乡南市部落一片狼藉 村长到处检视灾况 忙得不可开交 你看都先取来了 这里有几棵啊 好 三十棵 我第一次这样子来 往年的台风也不要那么严重 狂风肆虐 树木和棚架东摇西晃 荒山休息站招牌被吹倒 民众从游览车下车狂奔 为了上厕所还要胆占心惊 这边不要冲 用手的 不要拔 用手的 光山明宅的Jerry棚被狂风吹先压在林房 隔壁的铁皮同样摇摇欲坠 看起来相当危险 台县加入派出所前 路口监视器机座一位 镜头军被无情击落 台风过境恒春 整个半岛遭强风侵袭 到处都出现灾情 也让人见识到小犬的惊人威力 记得苏怡婷连安平屏東报导